从下个月1号起 图书馆的会员 每次可以借阅的图书的数量 将增加一倍 从目前的最多8本增加到16本 这项原本在学校假期实行的条例 将改为全年借阅措施 如果再加上电子书 会员每次总共可以借阅 多达32本的图书和电子书 鼓励国人持续阅读 学习和增长知识 数码变革给图书馆的运作 带来新机遇 本地图书馆也顺势转型为 未来图书馆 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 沈颖在国会辩论部门开支预算时指出 与尚未转型的图书馆相比 未来图书馆的借阅率激增5成 访客人次也增长65% 步入数码时代的图书馆管理局 致力于不断有所进步 以服务并回馈爱护图书馆的 广大阅读者 在数码时代 书的定义 已有所改变 图书馆馆藏 从实体书 纸制书延伸至电子书报 让人们在小小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 也能读书破万卷 神颖说 本地公共广播服务也搭上了数码列车 扩大接触的受众 神颖以歌唱选秀节目 《S-Pod听我唱》为例 指出新传媒除了通过电视 还以各种不同的网络平台 吸引更多人观赏这类具有本地色彩的节目 部长也透露 新传媒今年中旬将正式推出结合电视电台 娱乐资讯为一体的网站平台 协助公众掌握更多的华语信息